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也是清明假期 在本周一是恢复了交易 那么在昨天上证指数下跌了0.2%左右 深圳方面也是下跌了0.15% 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昨天依然是在复活节的长假之中 但是美国股市已经开门了 在昨天美国三大指数再一次出现大幅下挫 其中标普500大盘指数下跌了2.33%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下跌达到了2.74% 同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也一样下跌了1.9% 在股市以外方面 黄金价格因为股市的下跌而出现上涨 在昨天上市到了1345美元附近 上升幅度为1.4% 原油方面则大幅下挫接近于3% 目前价格是63美元一桶左右 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同样 昨天价格也是下跌了4%左右 一度是跌破了7000美元大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论文话题 着重就来说一下中国的财经会议重磅来袭 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有不同的这个级别的财经会议 这个我们说到讨论金融情况以及对于未来金融计划的一个安排 那么其中规格或者说是地位最高的 在之前是叫做中央财经引导小组 那么现在呢 是改名叫做中央财经委员会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呢 由于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我们的老大 因此呢 在目前来看 他这个整一个财经委员会的级别 是在中国甚至于高出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的级别 当然了 这两个机构 这个委员会和国务院和发改委呢 可能有功能性上的重叠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的运作模式呢 是更像于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执行层 就是大的方向是由这个金融委员会来制定的 那么具体的实施和政策的落实则是由国务院来制定 各个部门来执行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昨天 中国最重要的财经会议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我帮大家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到呢 要加强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的这个集中统一领导权 其实呢 这句话呢 看似是比较这个笼统 那么 具体在经济上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对于之前 控制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和央企 之后还要继续呢 增强管控能力 同时 对于之前 可能管控不是特别好的大型的民企 特殊机构的私企 在未来呢 也会增加一定的引导力 或者是影响力 所以说在未来主要的经济领域和关键的行业呢 都会增加国家对于企业的一个控制权 这个呢 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会议上说到 对于未来的这个金融 要关注金融风险 尽量的呢 要降低杠杆 我们知道呢 中国之前 由于为了刺激经济 因此呢 使用了大量的这个刺激政策 包括呢 降息也好 印钱也罢等等 而且这规模是比美国还要再大几倍的 因此 这么多的人民币 以及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 高比例的这个负债率 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几年中 现在政府第二条提出的就是呢 要降低现在的杠杆率 也就是负债率 那么第三 第四点呢 是关注于民生和弱势群体的 第三点主要是说到呢 将要在未来的几年中 继续实施精准扶贫计划 第四点呢 则提到呢 这个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将环境保护和去污染 放到了这个战略地位上 所以呢 在这次的经济委员会中 四个重点就是呢 加强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力 第一 第二呢 是防范金融风险 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 第三 就是呢 要继续实施精准扶贫 那第四呢 则说到了现在的 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于环境保护要更加重视 那么这四点呢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可能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对于咱们做投资 尤其是这个钱在中国 有企业或者是有中国股票的朋友们来说 那么这些行业 哪些问题 重点行业和领域未来会受到重视 这些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方面 我们知道呢 今天特别要说一下的是 这个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我们知道在二月初的时候 美国道琼斯指数曾经有一次回调下跌 超过10% 就是在这个大大的红线下方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 当时的价格虽然有下跌 第二天开盘也有下跌 但是很快就从下方的实体黑线上得以收复 所以总体上来说 目前的价格依然是处在这个关键 就是当时二月初 当时一轮下跌是快下 但是呢很快的又恢复了 然而目前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的价格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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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线 也就是说现在的有一条实线 已经跌破了关键的日线级别的支撑线 这也是在过去几次几天的图形中 首次出现当天的被跌破 那么一旦这个价格 在未来的三天之内 我们保守一些三天之内还上过去的话 那么美国道琼斯指出 将会出现在过去差不多大半年时间 甚至一年时间中 首次的日线级别下跌的确认信号出现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做长线投资 特别是做美股投资的朋友们来说 是显得优为关键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到呢通常来说上帝说啊 给你关上一扇门通常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那么在中国A50也好 美国的道琼斯也好 澳洲的澳洲200股市指数也好 这些在下跌的同时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上涨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呢 在目前这个市场不好的情况下 有一个产品是我们现在可以引起关注的 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美国原油 同样这幅图是长期的走势图 从最高的110美元一桶跌到最低的27块钱美元 再到目前逐渐开始回调 从这幅图大家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现在的价格已经冲上了关键的这条走势线 所以说如果油价呢 能在未来有继续震荡甚至于向上突破的情况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看涨跟进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油价在大约66块4毛5毛钱左右 出现了两次的头部 所以如果我们偏于保守的朋友们呢 不妨在两个最高价突破之后再去进程 那么如果我们做长线的朋友 当然了 无论什么价格靠近这个实线 关键线大约是57 58附近 都可以考虑长期持有 这个呢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下午2点30分 澳洲央行刚刚宣布 澳元继续维持在当前1.5%的利率范围 并没有改变 在今晚澳洲时间6点30分 中国时间下午4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 所以今天晚上相对来说英镑的波动会比较大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财经点评 财经点评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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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